Hola Todos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咱们就开始第三课的内容的讲解了 然后到了第三课呢 其实也是咱们Addos A2这个级别的倒数第二课了 然后那也就是说还有两课的时间 咱们Addos这个级别 A2这个级别就已经结束了 那不知道大家学的怎样 那其实别看 只剩一个小尾巴了 那从第三课开始 咱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态 来要给大家讲解 那这个时态 那这什么时态呢 这就是第三课语法当中要出现的一个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这是咱们第三课第四课 乃至是Addos A2这个级别的一个重点 好 那这几个语法咱们先捋一下有什么东西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所说这个时态 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Aung De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 第三个呢 是不定代词和形容词Alguno Ninguno 然后对应呢 还有一些变化 然后再有第四个就是Don'ts Brodutir这个词的变位 那么像Don'ts Brodutir这个词的变位呢 那咱们会放在单词里讲 所以说在这节课的语法当中啊 咱们只会涉及到前三点 那咱们先从第一个来讲解 那你看这个语法刚才我强调了那么半天 我说是咱们第三课第四课乃至Addos这个级别的重点 那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先关注一下这个时态的名字 它叫做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 那你看第一课的时候咱们也学到了一个过去时态 那它的名字叫什么 叫做陈述式简单过去时 对不对 那当时是不是就给大家讲 它叫做简单过去时 对应的相当于英语当中的一般过去时 对吧 那它为什么翻译成中文叫做简单过去时 难道还有复杂过去时吗 当时是不是这么给大家讲 它没有复杂过去时 但是有到过去未完成时 那也就是说简单过去时和过去未完成时 它发生的时值都是相当于一般过去时的 只不过你说话的重点不同 那你所用到的时态不同 那在这一点呢 咱们英语里头是没有的 你中文里头更不可能有所体现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用法是需要大家用心去体会的 同时也是咱们西语专四过程当中 专四考试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察点 好 那既然咱们先学到一个时态 一定会讲到它的什么样变化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对不对 只要学到时态 肯定就会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变位 那当然 陈叔叔过去未完成时 在这个变位 有同学一听变位就害怕了 那第一课咱们讲完简单过去时 这个变位的时候 有同学就疯了 崩溃了 对吧 那这几节课也一直带大家去练 也不知道大家这个变位怎么样了 一定要给它记清楚 那但是大家发现没 简单过去时的变位虽然复杂 但是用法非常简单 那简单过去时的用法 是不是就是过去已结束 发生完了就完了 跟现在无关 是这意思吧 好 那么过去未完成时 刚才我强调它用法 我说你是需要用心去体会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态的用法会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它的变位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所以接下来咱们看它变位怎么变 那当然 即便是它再简单 那它也是分成什么规则的和不规则的 对不对 那过去未完成时变位也是一样 它规则变位能分成两类 一类是以R为结尾的 再有一类是ERIR为结尾的 那也就是说ERIR结尾咱们看作一组 那首先呢咱们先来看以R结尾的规则变位 它是怎么变的 那你看这个动作它都是已经发生完了的 它一定是要怎样呀 要把ER去掉再加上相应的后追 那你看它在我上把ER去掉加成谁 Ava 都在你上要把ER去掉变成Avas Eli a usted要把ER去掉换成Ava Nosotros我们呢要把ER去掉换成Avamos Vosotros把ER去掉换成Avais 那最后一个人称呢要把ER去掉换成什么样 Avan 那我可能这么跟大家讲的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知道摸不着头脑 对不对 我直接跟大家说的是一些后追 Ava Avas Ava Ava Mos Ava Is Avan 那么放在单词里头 大家看起来会更直观一些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Dravahar 那像Dravahar这个词呢 那刚才讲的要把ER去掉加成相应的后追 刚才有同学老师我没记住 没关系不要紧 从现在开始记 那你看它把ER去掉 Yo 过未完它应该怎么变呢 是不是变成Ava Dravahava 大家要关注一下重音这件事 那你看Dravahava 这个重音在谁上 是不是在A上 对吗 然后再接着它在你上呢 要把AR去掉换成谁 Avas Dravahavas 它是不是重音也是在哪 再关注一下 essay结尾 终于在倒数第二音节 是不是还在这个A上 对吗 然后再接着 Eleosted 三单这个变位 是把AR去掉 给它加上谁 Ava Ava Dravahava 那有的人看到这就开始说话了 说的是什么 老师 那你看 那像他这个三单的变位跟Yo 跟我的变位 在这个实态上它是一模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 人家就是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说上下文已经分辟了 变不出来这个主语是谁了 那你就把这个主语加上不就好了 是不是你就会说 Yo dravahava Eya dravahava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再接着 它在我们上 那它应该怎么变的呢 是把AR去掉换成什么样 Avamos 所以说它在我们上的这个变位就是 Dravahavamos 那这个重音在哪 Avamos 还是在这个A上 对不对 然后再接着在你们上呢 它是把AR去掉加上谁啊 Avas 所以说它在你们上的变位就是什么呢 Dravahavais 那是不是就是Avais 这个重音大家再关注一下 那你看以AC结尾 重音在倒数第二音节 对吧 然后A1这点呢 又是一个什么二重元音 所以这个重音应该在哪 哈上 那咱们读起来 是不是Dravahavais 那最后一个人称呢 是把AR去掉 加上谁啊 Avan 那它是不是就是Dravahavan 那你看像这个Travahavan 重音也是在哪 N结尾 是不是倒数第二音节 还是在这个HA Avan 这个A上 对吧 那刚才带着大家走了一圈 变了一遍 Yo trabajava Tú trabajavas Ele a usted trabajava Nosotros trabajavamos Puesotros trabajavais Ellos trabajavan 那虽然刚才我说了 这个时态它的变位非常简单 但是很多同学在书写上 或者是在发音上 重音上经常容易出错 那最容易出错的应该是哪 应该是Travahavamos 重音在哪 HA Avan 你要加重音符号 然后再有在你们上 Travahavais 没有重音符号 重音还是在HA上 而且这六个变位的话 重音位置它变过吗 从来没有变过 永远都是它所加的 这个后缀的第一个A上 对吧 那你看这 Travahava Travahavas Travahavamos Travahavais Travahavan 所以它这个变位的重音 它是从一而终的 那你需要怎样 在我们上加重音符号 其他人称都不用加 所以这个变位呢 大家要注意 我们上有重音符号 其他都没有 而且重音位置没变过 永远都在第一个A上 一定要记清楚 那这个变位 大家再跟我走一遍 Travahar Yo Travahava Tru Travahavas Ele a usted Travahava Nosotros Travahavamos Vosotros Travahavais Ellos Travahavan 好 这是R 结尾的 然后再接着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再多练几个 Estudiar 那么像 Estudiar 这个词呢 变位肯定也是规则的 大部分在这个时代 都是规则的 根据刚才咱们所讲的 这个重音啊 然后怎么加后坠啊 那Estudiar 大家如果记住了的话 可以尽力跟着我 背着来变这个位 那Estudiar Yo 是不是要把 Archidiao 给它变成谁啊 Ava 也就是说 Estudiava No Estudiava Tú Estudiavas Ele a usted Estudiava Nosotros Estudiavamos Estudiavamos Vosotros Estudiavais Estudiavais Essos Estudiavan 哪个有重音符号来的 是不是我们那个人称 有重音符号 你们没有 对不对 那这个篇面再跟我走一遍 Yo Estudiava Tú Estudiavas Ele a usted Estudiava Nosotros Estudiavamos Vosotros Estudiavais Essos Estudiavan 好 那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Interesar Interesar 这是不是使感兴趣 对吧 那Interesar 这个篇面 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背着说出来 过一番 那是不是要把 Archidiao Yo Interesaba Tú Interesabas Ele a usted Interesaba Nosotros Interesábamos Vosotros Interesabais Essos Interesaban 好 那你看到这个中音 是不是都还在 我没有中音符号 你们没有 这个篇面再走一遍 Yo Interesaba Tú Interesabas Ele a usted Interesaba Nosotros Interesabamos Vosotros Interesabais Essos Interesaban 好 然后再接着再来一个 那刚才我说 大部分动词 在这个时代 都是规则的 只有三个不规则 那有同学 特别不敢接受这件事 那比如给你举一个例子 举那个例子 Estar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 Estar 应该在哪都不规则才对 人家在这挺规则的 那所以说 Estar 在过一晚上 Yo 那他就应该怎么变 是不是Archidiao 我叫ava Estaba Tú Estabas No Ele a usted Estaba Nosotros Estábamos Vosotros Estabais Essos Estaban 它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规则 再记一遍 Estar 这个出现的频率 在过一晚上 也非常非常的高 Yo Estaba Tú Estabas Ele a usted Estaba Nosotros Estábamos Vosotros Estabais Essos Estaban 好 看完以Archidiao 的以后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规则动词的以Archidiao 结尾的怎么变 那如果Archidiao 这个节奏 你掌握住了什么 Ava Ava Sava Ava Mos Ava Is Avan 那以Archidiao 这就很简单 总是很类似的 因为在一个时代的 这个底下 那以Archidiao 它应该或者 Yrchidiao 它应该怎么变 它要把Archidiao 再加上后续的 相应的这些后缀 那它在我上 把Erchidiao 去掉 加上谁 IA 然后DU 你上是 Ias Ele a usted Ia Nosotros Iamos Vosotros Iais Ellos Ian 那大家发现没 刚才你有以Archidiao 为基础 我说的重音从来没变过 都在哪 都在A上 那你看Erchidiao 结尾的重音都在哪 I上 对吧 Ia Ias Ia Iamos Iais Ian 而且I呢 它又是一个弱缘音 它不像A A是一个强缘音 所以R结尾的只需要在谁上加重音符号就好了 我们那个人称 对不对 那你看以Erchidiao 结尾的它要怎样 是不是每一个E上 第一个字母 这个E上 弱缘音 E上都要干嘛呀 加重音符号 好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像GoMei 它过一晚应该怎么变 它是不是在我上 把ER去掉 加上谁呀 Ia 所以它在我上是什么 GoMei Tú 它在你上呢 GoMeas Elea Usted GoMea Nosotros GoMeamos Vosotros GoMeais Ellos GoMean 给人感觉是不是就是 呀呀 有那个节奏 对吧 你给它压住 重音都在哪 I上 I上都有重音符号 这个再记一遍 Yo GoMei GoMea Tú GoMeas Elea Usted GoMea Nosotros GoMeamos Vosotros GoMeais Ellos GoMean 好 那再给大家举一例子 Hacer 那刚才我说的好多动词 在这个实态上都是规则的 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个 Estar 对吧 再给大家举一个Hacer 大家觉得Hacer Hacer应该在哪 它都不咋地 对吧 但是它在贵文 非常非常规则 那它在我上 是不是就应该把ER 去掉 加上I呀 Yo 这是不是 Hacer Tú Hacer Elea Usted Hacer Nosotros Hacíamos Vosotros Hacíais Hacíais Ellos Hacían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跑掉 那这个辩面 大家再跟我走一遍 Yo Hacía Tú Hacías Elea Usted Hacía Nosotros Hacíamos Vosotros Hacíais Ellos Hacían 好 然后在今儿 再来一个 Tener 大家觉得Tener 它在哪儿也都不咋地 对吗 但是人家跟这儿好着呢 所以说 它过一半应该怎么变 Yo 在我上 是不是 Tenía Tú Tenías Elea Usted Tenía Nosotros Teníamos Vosotros Teníais Ellos Tenían 那这个Tener 这个辩面 咱们再记一遍 Yo Tenía Tú Tenías Elea Usted Tenía Nosotros Teníamos Vosotros Teníais Ellos Tenían 好 然后再接着 咱们再来一个 Staver 那之前咱们再讲 命令式也好 再讲虚拟式 现在式也好 再讲简单过去式也好 是不是都是给大家讲的 变态的Staver 对吧 但是人家在过一晚 终于正常一回 因为人家也是规则的 那你看Staver Yo 这应该是啥 Staver 然后那天在上课的时候 正好 在面授课上 讲到了Staver 这个过一晚 那变为Staver 有同学读到这的时候 已经受不了了 忍耐不住了 你要注意这个V 在这它发的是一个什么音 V 这个也是Staen 对吧 所以你读一下是Staver Tú 它在你上是什么 Staver Elea Usted Staver Nosotros 我们呢 Staver Mos Vosotros sabíais Ellos sabían 你不要觉得他怪 他都正常 再来一遍 Yo sabía Tú sabías Elea Usted sabía Nosotros sabíamos Vosotros sabíais Ellos sabían 你应该越来越来越快才对 Elea Usted Elea Usted Tú Vivías Elea Usted Vivía Nosotros Vivíamos Vosotros Vivíais Ellos Vivían 好 那再来一个 assistir 那再来一个 assistir 过去谁也好 他是不是也都不规则 但是人家在过一晚这个时代上 人家就是规则的 所以 Seguir 他过一晚 Yo 那应该怎么变呀 是不是就是 Seguía Viví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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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a Usted Seguía Nosotros Seguíamos Vosotros Seguíais Ellos Seguían 好 然后 那刚才给大家讲到了规则的和规则的R结尾的 还有R ir结尾的 对吧 那他们这个中音在这两组当中是不是都是从一而中呢 R结尾都在A上 哪个人称有中音符号 我们 对吧 Avamos 你们是不是没有中音符号 Avais 然后再接着R ir结尾的中音都在谁上 E上 对吧 那这个E都有中音符号 那么 刚才我说大部分是规则的 但是他也有不规则 不规则有几个 就三个 那哪三个呢 那只有这三 比如说Vel Vel 然后还有这Ser 咱们刚才没提到他 对吧 提到了Estar 提到Dener 这些都提到 Ser没提到 还有一个没提到 大家发现了没 Ir 对不对 那只有这三个不规则 给他记清楚 那咱们首先来看哪个动词变位 就是Vel 那Vel它怎么变呢 你先假设它退一万步讲 它是规则的 那是不是要把R去掉下成E 对吧 那是不是它就成了什么呀 B 那像这个B 在新语当中 它是一个名词 它有路线 道路 这种意思 那但是 像它的话 你要读成一个B 对吧 听着它指向是一个什么呀 它指向是一个单词 它不像是一个动词 只向是一个名词 那怎么办 它还把这个E 给它保留 那它是不是就变成了什么呀 Vel 那大家还照这一路走下去 这就行了 那你既然第一个出来是Vel Do 在你上 它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那在你上 它就应该是Vel Ele Ele Austæt Veía Nosotros Vomena Veíamos Vosotros Veíais Ellos Veían 这是不是就行了 那你会发现 这个E上都有什么呀 都有中音符号 再记一遍 我 Veía Tú Veías Ele Austæt Veía Nosotros Veíamos Vosotros Veíais Ellos Veían 所以你就记着 这个E 然后再接着 像这个Ser 它是怎么变的 那如果假设 推翻不讲 它二规则的 那是不是把R 去掉再加上一个E 那就成了C 那你听着 是不是也不太对 这个你先把 第一个记住是Era 那到这个节奏 节奏走下去 Era 那你觉得 它在你上 应该怎么变 是不是就是Eras Ele Austæt Tát Nosotros Eramos 这个中音 它是不是还是不能变 还得在哪 Esan 对吗 所以说它在我们上 是不是就是Eramos 要加中音符号 你要不加 是不是跑了 那它在你们上 就应该是什么 Era Eis 这个有没有中音符号 是不是不需要有 因为A1是二重原因 Es结尾中音 在倒数第二音节 整合是 对吧 Era Eis 然后再接着最后一个人称 那是不是就是什么 Eran Eran 好 所以Ser 这个东西 那你先把我记住 剩下人称 这是不是就都好说了 咱们先来走一遍 Yo Era Tú Eras Ele Era Era Nosotros Eramos Vosotros Erais Ellos Eran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再接着还剩最后一个 Era 对吧 Era 不可能规则 那它要规则 是把这一句调就剩啥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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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Era Era 有了 对不对 那这个Era 你还是要先把我给记住 Yo 它是不是 Era Era Do 在你上呢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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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音位置 是不是还得保证住 对吧 Era 我们呢 我们这个人称 是不是就是什么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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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脑子里头过一下 这个Era Era Era 要不要加中音符号 是不要的 你要不加 它是不是就又跑了 然后再接着它在你们上呢 它就应该是什么 Era Era 那你再在脑子里头过一下 Era Era 这个用加中音符号吗 这是不是不用加 因为AE是二重原因啊 所以我们有中音符号 你们没有 然后再接着最后一个人称呢 那就是啥了 Evan Evan 好 那这个辩位再走一遍 Yo Eva Tu Evas Ele Austed Eva Nosotros Evamos 有中音符号 Vosotros Evas 你们没有中音符号 最后一个人称 Evan 那这就是这三个不规则动词 那到这儿这个规则不规则都讲完了 这也是变味特别特别好记 那不规则咱们再记一遍 Veer Veer 它在我上是什么 Veía E还保留 对吧 Tu Veías Ele Austed Veía Nosotros Veíamos Vosotros Veíais Ellos Veían 好 然后再接着这个Ser 怎么变呢 你先把我记住 对吧 在Yo上 在我上是 Era Tu Eras Ele Austed Era Nosotros Eramos Vosotros Erais Ellos Eran 然后再接着最后这个Ir Ir Yo 它就应该是什么 Iva Tu Ivas Ele Austed Iva Nosotros Ivamos Vosotros Ivais Ellos Ivan 好 然后再接着 那像这个过月完变位给大家讲完了以后 规则不规则都说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看到用法 刚才已经吓唬大家半天了 我说这个用法是咱们中文里英文里都没有的 而且它发生的实质都是在哪 都是在过去 都相当英语当中的一般过去式 那它到底怎么用呢 那大家回想简单过去式 刚才我一直叨叨指的是什么呀 过去发生的这个动作 那它叫做什么 过去未完成式 那这个动作肯定也是过去发生的 那也就是说发生的语境 大环境都是涉及在哪的 是不是都是涉及在过去的 然而那个简单过去式 是不是这个动作已结束 发生完了就完了 对吧 跟现在无关 那这个过去未完成式 那有同学说 老师是不是这个动作没结束 那我就可以这样说 这个动作结束了 没结束 它都没有关系 这不是这个人说话的重点 这件事它都不重要 重要的在于什么 过去有过这么一件事 我并不强调它完成与否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说像这个过与完 不管它有几种用法 它最基本的一个用法 就是我接下来讲的第一点 随后的这几点用法 都是从第一点过来的 不看结果或开始 那也就是说 不强调它发生完了与否 比如说那天当我进来的时候 这个你一定会用简单过去式的 那你会说啥 因为我肯定已经进来了 那你不能一直在进着 是这意思吧 那但是过与完 它强调就是这个过程 强调就是发生了这件事 它不看开始 或者是也不看结果 我不强调 这个结果我知道 或者是我不知道 都有可能 但是这不重要 只是什么呀 过去有过这么一件事而已 那你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第一个 这就是说的啥 是不在那时候 大环境发生在过去吗 对不对 他所有的家人 都生活在哪 都生活在上海 那像这个 它用的哪个实态 是不是用的就是 过一晚这个实态 那这个就意思是什么 那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在当时那段时间 家人一直生活在上海 那有团说 老师他他现在生活吗 可能生活 也可能不生活 但是这事不重要 能明白这意思吗 只说过去在上海 生活来着 那如果这个动词它变了 这个实态它变了 它变成什么了 那你看这个 这个用的就是什么实态 是不是简单过去是 那在当时 他家人在上海生活过 那意味着生活这件事 发生完了吗 发生完了 那接下来 他可能就会说什么 然后就搬去了 比如说巴塞罗那 然后又搬回了上海 那是不是都是一些 发生完了的动作 给人感觉是不同的 能明白这意思吗 也就是过一晚 给人感觉眼前 会出现一段时间 会出现一个画面 当时那段时间 都在上海生活 至于现在 还在不在上海生活 我不管 但是你用 给人感觉这个动作 咔就结束了 发生完了 在上海生活来的 然后又干了吗 然后又干了吗 就跟流水帐一样 搭的都是你一件事的框架 而过未完呢 是填的事 填充的里头的肉 好 然后再接着 再给大家举一例子 这是不是说 那时候呢 我们仍然是 几个 仍然是小孩 什么样的小孩 几个小孩 那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 那你想 那当时我们只是几个孩子 他是这个意思吧 现在我们肯定不是孩子 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但是他强调这件事吗 不强调 指的是那段时间 只看过程 在我们只是一段 只是几个小孩的时候 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 是那时候 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什么事 这是他的这个画风 只是说干过一件事而已 那后头为什么用 那在这儿是描述这几个孩子 他是不是也不强调 你现在是否懂 对吧 那再比如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像这个 这什么时候用 比如说如果要告诉你 我先告诉你第一句话 Olivia se casó la semana pasada 是不是上个星期 Olivia se casó 这是用的哪个动词 是 casarse 这就意味着啥 上个星期 Olivia怎样 结婚了 对吧 然后接着我问你们 你知道吗 savish 然后你肯定说啥 我不知道啊 对吧 那你看你要说 我不知道啊 那这个你能说 no lo se 这你不行吧 大家关注一下 你这个no lo se 说出来 你这个se 这用的什么实态 承认现在是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不知道 但是你现在知道吗 你现在知道啊 因为我第一句话说出来 我说Olivia上周结婚了 你知道吗 我说出来 她结婚了这件事 那就意味着 你现在是知道的 你不能说no lo se 你不能说我不知道 你这不睁眼说下话吗 对不对 那你应该怎么说呢 有的人说 那我说no lo supe sube这用的是什么呀 简单过去时 简单过去时 像知道这个词 一般情况下 它只强调什么 知道这件事的开始 比如说 lo supe en Madrid lo supe en Madrid 我在马德里 知道这件事 也就是说 你得知那件事的 一刹那就叫知道 然后再接着 如果要说我不知道啊 Olivia上周结婚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那这时候你应该用谁 你应该用no lo savia 那为什么要用no lo savia 那你强调的点是啥 在之前我一直都不知道啊 这是你说话的重点 而不是说 我在哪个时候 我知道的这件事 所以你不能用简过 你也不能说 我现在不知道 那你也不能用现在时 那你强调的是什么 你不跟我说啊 这事之前 我都一直他都不知道 所以你得用什么 no lo savia 是不是就是说 还是不看结果 也不看开始 我只看过程 只能是过去那一段时间 我一直都不知道 能明白这意思吗 那再比如再举一例子 Olivia上个星期 好像请了一周假 你知道吗 那你看我说完 是不是就代表什么了 你知道了 那你可以说啥 no lo savia 那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你不跟我讲过去 我一直都不知道 所以说这就是 过一完的这个精妙之处 大家发现没 就是这个西语你越学吧 就会发现这门语言 它越讲究 你有发现吗 一开始可能觉得 它这个语序 哎呀妈呀 先说主语也行 先说闭语也行 怎么地都行 但是绝着绝着 你会发现 我先说哪个 我是有点的 这个点在哪 我强调什么 先说什么 然后你一学形容词 发现这个性之类的 形容词吧 放名词前后 它是有简呢 是这意思吧 然后再接着 再学到实态吧 用简过给我的感觉 就是流水账 我先起床 起床完了 穿衣服 穿衣服完了洗漱 洗漱完了化妆 化妆完了以后出门 是不是都是一些动作 发生完了就完了 过月完是什么 过月完指的是 过去有过这么一件事 你眼前会有到一个画面感 指的是这段时间 它一直在干嘛 也就是说 不看这事发生完了 也不管这事 什么时候开始了 我只看什么 有过这么一件事 而已 只看过程 好 这第一点用法 那有同学可能觉得 哎呀 接受不了 你要顺着去看这件事 你不能钻牛角尖 你在这个实态上 那大家看到一篇文章的时候 从这节课开始 课文里头肯定会出现 大量的这个过月完 对不对 那大家要顺着它去想 你要知道 可能这个动词呢 它用简过也对 在这个句当中 用过月完也对 但是我所表达的重点 是不一样的 用简过的重点就在于 它发生完了 我接下来 下一件事要做什么 下一件事要做什么 再下一件事要做什么 用过月完的重点在于 过去这一段时间 一直在干嘛 只看过程 好 那接下来看到的 第二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 那可能大家就会 更舒服一些 如果要是过去 重复性的 或者习惯性的 做一些动作 这个用的就是什么 过月完 大家想 你是不是也经常 会造那个句子 我过去 我总是干嘛 我天天干嘛 那你说话重点 你强调这个动作 发生完了吗 是不强调 刚才我说 第一点用法是二三四 后的几点用法的 一个基本 都脱离不开 第一点的用法 那第二点 依然是 因为我说话重点 我不强调这个动作 发生完了 对吧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例子 el mes pasado nos reuníamos todos los miérgoles 是否先告诉你 大环境是发生在过去的 对吧 那这句话 这是不是就是上个月 那大家看这个句子当中 它是不是有一个 todos los miérgoles 我说话重点 我说话重点我不强调什么 现在我们周三下午 到底还见不见面了 到底还聚不聚了 重点在于什么 每周三我们都见面 是不强调这个动作 发生完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来看下一个句子 那这句话 这个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马德里念书的时候 我们经常去店员 对吧 那先关注一下第二个句子 是不是当时我们经常去店员 那有同学说 那这人肯定现在不在马德里念书了 那你不要这样去钻牛角签 那他说话重点 人家不在那个 人家说话重点 并不是说 我现在不在马德里 那我现在不去店员 不是吧 只是指的过去 有过这么一件事 我们经常去店员这事 所以他用的是什么呀 ivamos 当然如果你要记住了 过去重复进行的 习惯进行的一些动作 用过一碗 这是不是也就记住了 对吧 那然后大家看前的这个 quando estudiavamos 大家关注一下这个 这个为什么用过一碗 那有同学说 还是不在马德里念书了 我说话重点在这儿吗 还是不在这儿 只是这一段时间当中 在我们念书的这段时间当中 是不是过去一直在念书的 这一段时间当中 不强调这个动作 发生完了 对吧 所以这个用过一碗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 这个使用来干嘛 交代背景 交代主句动作 所发生的一个背景 所以说经常会出现 一句句子什么 quando estaba en Madrid quando estaba yo en Madrid 当我在马德里的时候 然后再比如说 quando era niña quando era pequeña 这就是什么 当我小的时候 对不对 还是交代过去这么一段时间 交代赌具动作 所发生的一个背景 时间状语 对吧 quando era pequeña 当我小的时候 对吧 要男孩肯定会说 quando era niño quando era pequeño 那再比如说 quando tenía seis años quando tenía seis años 那就是啥啦 当我六岁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一段时间 这些都得当成是 常用语式的 给他记起来 你用起来就不算错了 什么 quando estaba yo en Madrid quando era niño quando era niña quando era pequeño quando era pequeña quando tenía seis años blah blah 好 然后再给他 下去一个例子 de vez en cuando el profesor nos hablaba de como teníamos que estudiar 这是不是de vez en cuando 这是时常的意思 时不时的 el profesor nos hablaba 老师跟我们谈一谈 谈一谈关于什么的事 de como teníamos que estudiar 我们应该如何去学习 这件事 对吧 那是不是过去老师 时不时的 因为他用了过一晚 这个时探一上 这就意味着 是不是过去 时不时的 跟我们讲一讲 对吧 那经常讲 不强调 现在讲不讲 只是说当时 有过这么一事 como teníamos que estudiar 这为什么用过一晚 是不是来解释 他所谈论的内容 他也不强调 说这件事 已经发生完了 所以这用的是过一晚 好 然后再来一个 再给大家举一个 更形象的例子 el hoven golbea la pared golbear 这有什么意思 打敲击 这个意思 打敲击 la pared 这是不是强 是不是这个年轻人 当时敲墙 i gritava una otra vez 是不是一遍又一遍的喊 socorro 喊什么呢 救命啊 那大家看这个句子里头 golbeava 是不是特别形象 明显这个句音 是这个年轻人怎样 被困住了 对吧 那他用过一晚 给人的感觉 就是啥 重复 是不是一遍又一遍的敲墙 一遍又一遍的大喊 救命啊 那如果要用剪过 给人什么感觉 是不是这年轻人 敲了墙 然后喊了 救命 有人救你吗 这是不是描述起来 这也太干巴了 对吧 这就是过一晚 出现的这个原因啊 所以说 大家通过这四个句子 一边再给大家讲重复性的 习惯性的一些动作 对不对 然后同时还给大家 让大家带着大家去理解 这并不强调发生完了 还是依然什么 只过去有过这么一事 然后当然句子当中 有一些提示的时候 你会选择起来更容易 比如说像哪些提示啊 像siempre 总是 对吧 frequentemente 经常 todos por ejemplo todos los días todos los miérgores todos los fines de semana 这是不是每天啊 每周三啊 每周末啊 对吧 cada cada fin de semana 这是不是也是 每周表示一种重复 cada whisky 这后头是不是加的一个从句 每次一怎么着就 那你想每次一 肯定就是过去老重复的动作嘛 想都不要想了 一定是会玩了 de vez en cuando 它有时常的意思 对吧 una y otra vez 这是不是就是一次又一次 等等等 出现这些时间状语的时候 或者表示频率的一些副词的时候 那大家是不是都会考虑什么 在大环境是过去的 就会考虑用过微玩 好 这是第二点的用法 我相信大家还是比较好能接受的 然后再接着第三点用法 其实是需要大家这个好好去思考了 到底说话的重点是什么 因为过微玩刚才讲的是 只看过去有过这么一事 所以它重点在于叙述嘛 有同学什么叫叙述 就是流水上 在于重点 在于告诉你 我先干了啥 再干了啥 然后再干了啥 像这个这些动作用的都是什么呀 简果不在 它重点在于是描述 只是当时有过这么一景 当时有过这么一人 当时有过这么一事 所以说 它用于描述场景 描述人物 它还可以用来干嘛 交代背景解释原因 这无论哪一个 还是不看结果 或开始只看过程 比如说 这些意思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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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到那条街的时候 对吧 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有特别严重的拥堵 特别严重的堵车 那你想 当我到那条街的时候 那这个用简过 是不是特合适 你肯定已经到了 你如果你要是用也 这给人什么感觉 一直在倒着 永远在路上 对吧 所以这个不可能 给我看到 那我看见了吗 是不是我已经看见完了 你不能一直在看着 对吧 看见的结果 是不是就后头 这个直接编语从卷 我看到什么了 有一个特别严重的车祸 这儿是不用的 他用来干嘛 解释 或者是描述 我所看到的内容 描述场景 对吧 我重点是不强调 现在有没有大车祸了 什么车祸 现在有没有大堵车了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一个 el policía se acercó la niña que parecía querer preguntare algo 那是不是说 这个警察 走进这个小姑娘 哪个小姑娘 看起来 想问他一些事的 这个小姑娘 对吧 那在这儿 是不是用了一个什么样 形容词从句 对吧 那形容词从句 就是barecía 他的这个 que parecía 他的这个句子 先情词是谁 la niña 那这儿为什么用过来玩 是我走向那个 想问我什么事的姑娘 看起来像 想问我什么事的姑娘 我强调现在 还看起来像 是不是这样吗 不强调吧 是我来描述这个姑娘 所以他一定是用的什么样 过来玩 好 那再比如 再给大家举一例子 era unhoven ge studiava mucho 当时他是一个 特别好学的年轻人 对吧 那时候描述这个人 大环境是过去的 你不能用fei 那你要用fei 给人感觉就是啥 他曾经是一个 特别好学的年轻人 那也就是说 这件事发生完了吗 发生完了 如果你重点 不在于交代他 发生完了 只在于描述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我是不是用过来玩 就足够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era unhoven 然后ge 后头为什么用过来玩呢 来描述他当时是一个 什么样的年轻人 对不对 好 那再比如说 ja era muy tarde ella calle a viaboga hande 那刚才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说的用过来玩 给人感觉有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有一种 眼前会有画面感 那代表人举一个例子 那天我出公司的时候 已经夜里11点了 10点多 笨11点去了 特别晚 而且那天北京呢 还刮大风 一出来 那给我感觉是啥 ja era muy tarde 已经太晚了 a viaboga hande in la calle 在大街上都没什么人了 那是不是我重点在于描述啊 给你感觉 是不是腰疯大作 就我一个可怜的姑娘 对吧 站大街上 打一车都打不着什么呢 能明白这个意思不 用于描述场景 我重点也不在于说 现在晚不晚 对不对 我不在于交代这事发生晚了 那再比如说 no hizo el examen porque estaba enfermo no hizo el examen 那是不是他没有参加考试 这个用的什么时代 讲过 他没有参加考试 这事一定是怎样 发生晚了的 对不对 porque原因是什么呢 estava enfermo 因为他病了 那在这儿 我是用来干嘛的 交代他没有参加考试的原因 那我强调说 他现在病好与否吗 不强调 所以我用的是什么呀 过一晚 所以说 如果你要在描述场景 描写人物 交代背景 解释原因的时候 其实还是没脱离开第一点 对吧 只看过程 只看有过这么一事 不看开始或者结果 当然你可以直接进 描述场景 人物交代背景 解释原因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再接着 那过一晚 最后还要给大家讲一点 就是涉及到 在时间从据当中 时间从据当中 简过和过一晚 这个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 当然大环境一定是过去的 对不对 那时间从据当中 就会有这些可能性 如果说 A动作发生 B动作正在进行 那也就是说 B动作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R A动作发生了 那这两个实态你用的一样吗 是不是你会说 当怎样怎样的时候 R又发生另外一个动作 那这个B动作 你想想你应该用什么实态 正在发生 我不强调它发生完 对吧 那这个你用的是不是就是什么了 过未完 A动作发生了 发生了 发生了 那所以A动作 那你用的就是什么实态了 简过 所以A是简的过去时 B就是过去未完成时 那有同学说 老师 那时间状语从今 是不是 quando等等 或者其他的词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 再加主句 那我能理解说 从句一定会用哪个实态 或者主句一定会用哪个实态吗 这不一定 你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从句可以是简过 主句也可以是简过 那比如说举一例子 当他进来的时候 他跟我打招呼 他进来的时候 他进来完了吗 进来完了吧 那你会说什么 quando entro 他跟我打招呼 你不能说他一直跟我打招呼吧 对吧 他跟我打招呼 是不是也是打招呼完了 那你就会说什么 me saludo 这是不是两个动作都是简过 那有没有可能 从句是简过 主句是过一碗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从句是过一碗 主句是简过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两个都是过一碗 也有可能 所以那你得具体情况 具体去分析 如果一个动作正在进行 那就是什么呀 过一碗 另外一个动作发生了 那么另外一个动作就是什么了 简过 好 给大家举一例子 quando la princesa dormia el principe la beso 这是不是说的是 当公主睡着的时候 王子呢 亲了她一口 那你看当公主睡着的时候 是不是正在进行 对吧 那如果你要用 这个用简过 理解不通 这个公主睡了 是不是当时正在睡 对吧 我不强调这个动作发生完了 el principe la beso 是不是王子干嘛 亲了她一口 对吧 那亲了她一口 是不是发生完了的 所以一个用的是简过 一个用的是过一碗 那当然这个我翻的时候 当公主睡着的时候 王子亲了她一下 如果我要说 当王子亲公主的时候 公主正在睡着 那你看我要变成 当王子亲公主的时候 哪个是从具 是不是这个 那是不是你就会说什么呀 quando el principe la beso la princesa dormia 所以你看你怎么翻译 才能决定 哪个是主具 哪个是从具 是这个意思吧 而且大家想 那这个 beso 一定会用什么呀 简过 如果你要用过一碗呢 是不是王子 一直在亲着 或者是什么 重复进行的行为或动作 那是不是让人觉得 就特别滑稽 对吧 好 接下来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看这个 yo leía tranquilamente quando de repente alguien tocó la puerta 这是不是说 我正安静静看书 这时候突然有人干嘛呀 敲了一下门 突然有人在敲门 那是不是我在安静静看书 这指的是什么呀 一直在做的 正在进行的 这时候 咔 有人敲门 是不是另外一个动作发生了 所以一个简过 一个是啥 过一碗 对吧 那再比如说 estudiabamos en silencio quando entró el profesor en la sala de clase 这是不是我们正安安静静学习 当老师进到教室的时候 那是不是当老师进到教室的时候 这是已经发生完了 当时我们正在干嘛 是不是另外一个动作 正在发生着 所以用的是什么呀 过一碗 那如果要换一下 当我们学习的时候 老师来了 那这个从去 是不是变成了什么呀 当我们学习的时候 那就得怎么说 quando estudiabamos en silencio entró el profesor en la sala de clase 这是不是就行了 好 那再比如说 再举例子 el tren se acercaba ala estación quando se produjo el accidente 那是不是说 火车正在 向车站靠近 当 车祸 发生的时候 对吧 那当车祸 发生的时候 发生了吗 肯定发生完了 你不能说车祸 一直在发生 对吧 那火车 正缓缓 驶入车站 是不是给人 这样的感觉 所以是一个发生了 另外一个正在进行 一个简过 一个过一碗 好 那如果要说 时间从去当中 两个动作 都是同时正在进行 我都不强调发生完了 那这两个 就都是过一碗 那比如说 quando el profesor hablaba los alumnos escuchaban 那是不是说 当老师在讲的时候 学生们才认真听 那是不是那一天 老师正blablab说 学生正在blablab听 对吧 那是不是都是同时进行 我都不强调 它发生完了 那再比如说 habia mucha gente en el edificio uno suvian y otro bajaban 那是不是说 在这个楼里头 有很多人 一些人在上楼 一些人在干嘛呀 下楼 是不是这一些人 在上楼 一些人在下楼 这也是干嘛 同时进行的 所以也都用什么 过一碗就好了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 这个例子 然后mindresco miamos 那这个第一点 都是什么 我不看结果 也不看开始 只说过去 有过这么一事 这是最最基本的 你知道那事吗 我不知道吧 你要不跟我说 那得怎么说来着 nolo savia 对吧 然后再接着第二个 是不是讲的是 过去重复发生的 行为或动作 对吧 然后第三个 是不是描述场景 描写人物 交代背景 解释原因 这些都不强调 它发生完 所以这些用的实态 也都是什么样 过一碗 那么最后一点 是给大家讲 时间从句当中 如果一个正在进行 另外一个发生了 那第一个动作 是不是就过一碗 第二个动作 发生了 是不是讲过 如果两个动作 都是同时正在进行的 是不是都用什么 过一碗 好 就是这个 所以像这个过一碗 今天把基本用法讲完 咱们再在单词里头 或者在例句里头 一定要去理解 他说话的重点在哪 顺着去考虑 之后大家自己 在造句子的时候 那你就会用的越来越对 千万别去钻那个牛角尖 你要钻那个牛角尖 你永远你就学不好 这个实态了 好